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北京时间8月5日,星期五下午4点钟之后 中国官方放出了一系列有关制裁、反制以及继续军演的消息 佩洛西的台湾之行掀起的惊涛骇浪 看上去仍然在持续 其中就特别包括对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采取制裁措施 相关消息出来之后 有一家香港公司此前普遍被认为是佩洛西的丈夫的投资 投资的企业就涉及到了腾讯、中国的邮政储蓄、银行等等 一大批的中国大陆的企业 现在这家香港企业如作真真 快速的来回溯一下 首先8月5日下午的4点1刻4点15分 中国的外交部官网发明出了一条消息 标题是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实施制裁 下面的信息的全文比较的简短 快速的念一下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 执意窜台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严重践踏一个中国原则 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 针对佩洛西恶劣挑衅行径 中方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 对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采取制裁措施 这条消息出来的第一时间 海外的不少知名媒体以及主流的通讯社 第一时间以突发消息进行了播报 因为这明显区别于中国官方此前对蓬佩奥 他作为美国前国务卿的制裁 这个区别就在于佩洛西他是在任的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同时从总统的顺位来说 他是排在第二位 所以媒体普遍认为 中国官方这一次的制裁的力度是空前的 很大程度上也印证了中国官方下了决心 中国外交部以及中国的其他官方部门 再加上中国的官方的媒体没有披露 中国是援引哪一部法律来对佩洛西和他的直系亲属进行制裁 不过外界普遍认为 援引的还是2021年6月份中国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 那么根据这一部法律 至少有三类反制措施 第一是不予签罚签证 不准入境 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 二是查封扣押冻结在中国境内的 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资产 第三是禁止或者限制中国境内的组织 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 同时还做了一个所谓的兜底性的规定 即其他必要措施 8月5日下午稍微晚一点到了5点40分 中国外交部又放出了一则消息 指外交部宣布针对佩洛西窜台反制措施 那么具体的内容如下 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 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外交部8月5日宣布采取以下反制措施 1.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2.取消中美国防部的工作会晤 3.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4.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 5.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 6.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 7.暂停中美禁毒合作 8.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 透过这8条所谓的反制措施 那可以看到经贸关税方面的谈判互动和博弈 那目前是没有取消或者说没有暂停 夹在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有关制裁和反制消息中间的 大概是在8月5日下午的5点钟左右 中国央媒放出了消息指演讯继续 主要的内容就是说 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继续 为台岛北部西南东部海空域进行实战化的联合演讯 持续检验战区部队的联合作战能力 因为在8月4日中国的东部战区曾经就提到 相关的海空的管控措施就宣布取消解除 当时给外界的感觉是中国官方要对风险进一步的控制 但是不到24小时继续来演习训练 这个消息给外界的感觉 给外界的印象就是说台海的形势陡然又紧张了起来 在8月5日中国官方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之前 其实在中国外交部的官网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则消息 就是说王毅他在金边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的期间 就美方侵犯中国主权的挑衅行为 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中方的立场 这个是外交部消息的原文了 那就是坚决抵制美方的公然挑衅和政治赌博 另外一边一项就是美国的态度了 因为中国官方是在8月5日的下午做了相关的发布 那么华盛顿还处在夜色和睡梦之中 相信美国的反应很快就会来到 如果说美国所谓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那么中美关系的紧张的程度 至少说是在外交层面的紧张的程度 将会被进一步的推高 而且现在退一步说 就算美国方面的反应相对克制一点 或者说中国的这些制裁反制 它的形而上 形式化的意义大一点 但是现在外界也普遍评估认为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 已经谈不上有太多的信任了 而没有信任又要合作 对这两个大国家来说 真的是一种煎熬 同时也是一种挑战 就种种迹象来看 像中国和美国这样大提量的国家 博弈紧张激烈到这样的程度 过往是非常的罕见 而且大国家的博弈牵一发而动全身 影响到方方面面 这里面有一个例子 香港有一家公司 现在就已经波及到其中了 有香港媒体在8月3日 推出了报道 就特别提到 根据他们的调查发现 佩洛西的丈夫保罗马修斯 以及佩洛西的儿子小保罗佩洛西 靠着基金来投资内地 香港以及亚洲的多区的资产 疯狂淘金发达 这个是香港媒体的说法 那么令人惊讶的是 佩洛西 这一次亚洲行到访的国家和地区 正正就是 刚好就是他的老公保罗 在香港设立分公司的基金 投资资产地区 简单来说 就是佩洛西的丈夫 在香港有一家投资公司 而且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这一家投资公司 他旗下的基金 截至今年6月30日 那么管理的资产的规模 是达到了174亿美元 投资涉及到的中国大陆 和台湾的企业都是比较的多 中间就包括腾讯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台积电 美团 阿里巴巴 拼多多等等 明镜追击就联系到了 这一家香港投资公司的公关公司 相关工作人员就表示 那么报道中提到的 这一家投资公司 是他们的客户 但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 与佩洛西的家族 没有任何关系 包括他说 佩洛西的老公的名字 和公司的创始人的名字 都不同 这家公关公司的工作人员 还表示 他们已经注意到了 香港那家知名媒体的 有关的报道 但是因为要做一些 文件的准备 还可能涉及到一些法律的程序 所以没有办法透过媒体 把相关的稿件给他撤下来 那么这个公关公司的工作人员 特别表示 这就是一个rumor 而且已经给香港的这一家投资公司 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他还透露 那这一家投资公司 将很快会出一个正式的官方的声明 来做一些澄清 截至上传这一则视频之前 明镜追击就没有得到公安公司发来的 这一家被波及到的投资公司的官方声明 那么从一个层面 一个视角来看 中国官方的对佩洛西和他直系亲属的 所谓的制裁 尤其是因为他的老公 他的丈夫和他的儿子都是商人 都有一些投资 那影响和冲击已经在发生 佩洛西美国众院的议长 那已经离开了台湾 但是围绕着佩洛西的台湾之行 中国的舆论场 有一个口诛笔伐 仍然在持续的进行和发酵之中 而且观战的参战的人数 眼见着也是越来越多 这个就是胡锡进和仁义之间的口诛笔伐 特别的是关于胡锡进 他这一次的讲话释放的一些信息 当然也包括他此前一些民族主义 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味道 比较浓厚的一些表达 究竟是他个人的说法呢 还是说代表了某一些特定的组织呢 民进追击 也专门还询问了胡锡进之前的一位同事 胡锡进 那是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 中国舆论场的一个 响当当的意见领袖 仁义是所谓的红三代 中共的广东省委员书记 任仲宜的孙子 任仲宜 普遍被认为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 截至8月5日 胡锡进和仁义之间的你来我往 那至少说已经进行了两轮 第一轮那就是稍早之前 胡锡进透过社交平台 表达了非常鲜明的观点 那就是呢 要对佩洛西 他的专机要进行所谓的半飞 以及距离 那么在必要的情况下 甚至要把佩洛西的专机给他击落 语不惊人 死不休 当然现实的情况 那佩洛西不但是安全的来了 而且是平安的走了 而且是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关于这一点 胡锡进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他想用自己的影响力 以命相搏 威胁家恐吓 是想把佩洛西给他吓退 不敢来了 那么这个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 胡锡进那自说自话 自己来解释 中国的社交平台上 批评他的这样的口不遮拦的声音 其实也是不少的 但是毕竟胡锡进 用他自己过往的一些说法 他见过大风浪 所以不以为意 众多的批评人中间 仁义 网名兔主席前面提到了 因为他是中共的红三代 同时也是中国舆论场上 长期的意见领袖 那么就站出来了 毫不客气的批评胡锡进 认为他把调门 拔的是过高了群众 普通的中国人 一旦是发现 中国官方的后续行动 跟不上的话呢 就会带来不解和失望 那是有损积极性和士气的 而且很有可能 胡锡进的做法 会透支政府的公信力 胡锡进那显然是感受到了 仁义所引发的汹涌的渔行 他第一时间就做了回应 所谓的怼了回去 他说呢 老胡看不起那些人 说两句大话 我这些年经历的风雨 比他们洗澡浇过的水还多 台湾的电视台 几乎天天在骂我 还有在互联网上 我经常成为彼此 对抗不同阵营的 共同敌人 他还所谓的规劝 那些在网上和他打仗的人呢 要通报自己的真实姓名 真实身份等等 不要躲在一个马甲后面 进行肮脏的构陷 那么这个呢就是胡锡进和仁义之间的第一回合 那也很难说谁赢谁输 势均立即可能是比较公平的一个判断 按理说呢第一轮过去了也就算了 但是到了8月4日的晚间呢 胡锡进看上去又主动出击了 他透过社交平台上亮出了刺刀 就是说有人不断攻击我 大有不搞到老胡事不罢休的意思 那么老胡释放了自己的所谓的心声了 大概是三点 第一点自己打的是舆论战 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一支特种部队 那么他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忠诚 他强调了忠诚这个词语 第二点呢就是说他打得远 会遭遇极其复杂情况和险境 有时候呢要自己独立来做断然的决定 似乎是说呢他背后并没有相关的一些团队 对他进行支持 第三点就是说他有时会被误解 甚至被自己人追杀 而且在这一次的社交平台上 微博上的发言中的胡锡进 其实是不点名就提及到了仁义 说这个是原来的一位省委书记的孙子 一位80后的人士 那么他提到了仁义对他批评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呢仁义读书多 见识也不少 但是仁义属于中国这个社会的所谓的三好生 对舆论战的认识是来自于书本和精英聚会的高谈扩论 就是说他不了解胡锡进这样的过往 长期处在一线的这样的一位人物 是如何来打实际的舆论战的 对于仁义对胡锡进持续进行批评的第二个原因 胡锡进自己也认为就是说 仁义那位攻击者是他的原文了 一路走来顺风顺水 上网之后好评居多 可能对老胡退休后继续保持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不满 想让老胡疼地方 他大概希望自己振臂一呼 能够调动起对老胡的全网讨伐 进而让这种讨伐转化成对老胡的体制内杀伤力 当然谈到这一点因为已经拉低到了一个所谓的流量之争吧 所以老胡做了一个免责声明 就是说他不轻易猜测别人的不良用心 一般呢都是主张把别人往好处来想的 所以他说呢 如果对方攻击我就是出于攻心和道义 那就算我小度击场了一次吧 胡锡进还特别就呼吁呢 他觉得舆论场上相互批评是应该的 但不应该搞诛心之论 不应该害人 然后呢他认为爱国阵营应该很庞大 声音也应该是多元的 要形成所谓的交响乐队的效应 而不是只有一个正确的声音 仁义显然也是看到了胡锡进的所谓的反击 那么他连夜8月4日的夜间又做出了回应 一方面的不示弱 另外一方面的对胡锡进确实也释放出了一些 示好的信息 他完全不领情 那么他仁义的说法呢 就是胡锡进是计算错了 因为他的预测是有方向性原则性 根本性错误的 他在错误的方向上 把调门抬到了顶格吸引 引导了公众的预期 干扰乃至破坏了既有的舆论引导计划 而且围绕着胡锡进 对于佩洛西去到台湾进行访问 胡锡进的前后的一连串的说法 仁义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升格的定性 就是说这是一个舆论场上出现的极罕见的意料之外的事故 关于仁义给胡锡进戴上的这样的一个事故的帽子 胡锡进8月5日白天的时间呢 还没有做出回复 所以这个就是胡锡进和仁义之间的第二轮口诛笔伐了 那周边参战的观战的队伍已经是越来越大 就第二轮来说那谁输谁赢呢 如果单从数字上来看 因为胡锡进他在社交平台上的订阅者 那也比仁义要多 所以透过所谓的点赞转发和评论的数据 那确实胡锡进要大大的超过仁义 但是另外一边像不少声音也指出 那胡锡进是已经慌了 一方面胡锡进本人是比较清楚的 仁义自然是跟红苗正 而且和中共的精英阶层 甚至是高层有着千词万缕的联系 第二点仁义所说的 或者说所判定的胡锡进一系列的做法 说法是打乱了中共高层既有的舆论引导计划 是一个典型的事故 那对这个说法的深浅呢 胡锡进可能也在拿捏 究竟是仁义的个人的看法呢 还是仁义传递出来的 中共的某一个层级的看法呢 所以这个会让他感觉到有压力 当然这也是民间的各种各样的猜测之一了 那么民进追击没有联系到胡锡进 而是辗转联系到了胡锡进之前的一位同事 同样在人民日报社一个屋檐之下 那么这位同事他的同仁啊 不愿意透露姓名 只是非常简单的说 胡锡进的这一次的言论 包括他过往的一些言论啊 那应该是后面没有特定的组织 让他放出相关的声音 确实他这个人就是性格这个样子 一向如此 过往包括这一次呢 有人批评胡锡进是高级红 低级黑 纯粹的流量党等等 那么透过对他比较了解的同事的说法呢 那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使然 当然这一位他的过往的同事也没有解释 没有给出例子来说胡锡进过往 就比如说在人民日报社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 当然关于胡锡进的个性 那除了过往 他的社交平台上的比较活跃 呈现出来的信息之外呢 有这么两个细节 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第一个细节就是胡锡进作为环球时报的总编辑 他在这个位置上是待了16年 最后呢 没有在仕途上更进一步 是以厅局及官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这样的层级退休的 这个可能也与他的个性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点就是说呢 胡锡进2021年12月份的中旬 正式对外界宣告退休了 其实在他退休之前 2020年的时候啊 来自人民日报的国际部的吴启明女士 其实就准备接替他环球时报总编辑的位置上了 但是老胡胡锡进 他是比较的恋战 要传帮带一年到两年 结果到了2021年的天不岁人院 人民日报社的高层下了一纸的通知 由人民日报社的理论部的范政伟 这位80后的官员来直接接班胡锡进的位置了 透过这个细节呢 大家可以看到胡锡进他在环球时报内部是比较强势的 自视甚高 但是呢最后天不遂人院 环球时报的前两任总编辑都是人民日报国际部出来的 简单的说呢 他是人民日报的国际部所创办的一份报纸 后面是越来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那么如果说胡锡进早一点挪位置交给吴奇敏的话 这份报纸的一把手很有可能 那仍然是人民日报国际部来接班 中国大陆体制内的一些媒体 他的条块分割其实是比较的严重 所以原来的情况 人民日报国际部的一些编辑记者 想换一换环境 包括视图上往前走一走 那么环球时报其实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的 但是就是因为胡锡进晚了几个月 比较的恋战 结果呢 环球时报的一把手 就成为了来自理论部的人马 最后再回到胡锡进和仁义的这一次的网络上的较量 那么仁义的说法就是说呢 胡锡进他不能够成一时的口舌之快 同时也不能够有网红的流量思维 因为外交和军事都是所谓的国之大者 所以他希望胡锡进要道歉 要求胡锡进对干扰甚至是打乱了既有的宣传引导计划 要充担责任 所以这是一个看上去体制内色彩比较强烈的批评 那么从整个事情的宏观层面来看呢 普遍的看法 虽然西方的一些媒体 包括中国观察人士 援引胡锡进的言论比较的多 但其实呢 也没有把他的想法过于当一回事 但是呢 胡锡进在中国国内的舆论场 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一见领袖 在推动 推高中国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甚至是民粹主义这个事情之上 那胡锡进是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的 那么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他在一定的时间节点上 是有可能反噬决策者的 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 包括在民进追击节目所引发的一些讨论里 能够看到啊 现在要求所谓的武统台湾的声音是 一浪高过一浪 而在这一次所谓的台海危机之中 透过种种的迹象 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还是在尝试管控风险的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内外的压力 包括经济的下行 二十大的即将的召开 所以求稳 以及中国的整体的 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多方面的软硬实力 其实呢 和美国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过高的 过热的 民间的含打声 含武统声 事实上呢 对中共形成了一种压力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看 仁义的批评 那很大程度上 也很有可能是来自体制内的一个意思 警告的不只是胡锡进本人 警告的是更多的胡锡进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谢谢朋友们